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握拍虽然你现在打得很爽 但是等到你水平再高一点到达平底之后会发现你这个握拍是无比的鸡肋 握拍怎么握 现在这个拍子在我面前 对吧 虎口对准上面三个 下面抓住 捏住它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握拍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阳城大神里面初学者入门指南去好好看一下 虽然说你的身体素质很好 也有一定的敲铃 但是你握拍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永远很难提高 希望你能够从现在开始把你握拍好好改一下 再来请出下一位学友 说的打墙 脚在动 对吧 发力也很好 不错 打墙真的很好啊 具体打墙教学 在之前的微信公众号阳城大神里面说了很多 相信对大家已经很有帮助了 那之后呢 你要加强难度 去买一下我的那个在卖的那个重拍和弹力套装 加上重拍的那个力量和把脚上仿弹力带 给加强难度 再去练打墙 你的水平会提高的更快 让自己脱离舒适区 重拍和弹力的套装 在我的微信小程序和淘宝店铺国语严选可以买到 希望你要买一套 再加强难度 让自己变得更强 再来请出下一位球友 坐着两面后掌 在家里练的 对吧 那你在家里院子里 你会发现个问题 我们在视频里看他的练球 很不流畅 很不熟练 甚至你都不知道你的背后两个点的距离在哪里 你一下练到那个位置 一下练到这个位置 这样你怎么能够判断好球的界外界内呢 为什么高手他会判断着界外界外很精准 因为我们退三步 超过我了 我知道这个球肯定出界了 退两步没出界 那你在熟练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判断好这个球的界内界外 那你连方向你都做不准 那你这个步法是不是连得有问题 如果你实在不准方向 你可以在你面前放一个球 在三个地方各放一个球 让自己先做到位 步法的步数要记清楚 你先做这个后掌步法 你一下子45度 一下子50度 一下子35度 不能这样练的 会影响你的感官 赶紧在你前面放一个球 放到固定的地方 每一个点的步数都是统一固定的 你要记住 做到心中有数 再来练步法 不要这样乱练 请出今天的超级球友 做了一个沙球啊 看一看 这才叫沙球 动作很轻盈 沙球很快 有力 这个人是我之前办的一个教练员培训的一个学员 他也是教练 很标准 很好 大家好好地欣赏一下 学习一下 有任何问题 关注微信公众号 雅三大神 里面有所有的教训 每天再更新 你也可以在里面找到我的微信加我 对吧 跟我随时保持沟通 没有问题 那行 今天的解惑就到这里 我的拍子 衣服 小腿套 鞋子 都可以在我的淘宝店铺和微信小程序 国语严选下单 谢谢你的支持